大家好 我是台中洲的副地師 我今天知道 我們今天可要說什麼 走出台灣的困境 很奇怪 我們台灣 6000號 困難是在哪裡 就是我們台灣的地位 台灣地位未定 有先到一個叫做 中國殖民政權 登記在我們台灣正面 參選一個叫做什麼 政治的電腦 這個中國殖民政權 是九戒九 在1945年 那時候過來了 以違反戰爭法 違反聯合國的第73條的憲章 美國方面進行一個 一個叫做模糊政策 所以台灣的地位就是這樣來 台灣第二位定 我們來看這個叫做 既金雙國平條 這裏有三條款 說得很清楚 哪三條 在2B條款 有說什麼 日本放棄 日本放棄台灣的領土主權權力 他說放棄 但是他說放棄 台灣沒有什麼人 都沒說 再來看第23條 有說什麼 美國是主要的 將命款國 但是沒有台灣的主權 它並沒有 來第21條款 有說什麼 中國叫台灣 領土主權不相關 所以很奇怪 到底台灣是給什麼人 你們有注意到 我們現在有叫做什麼 台灣什麼國家 沒有呢 我們一直叫做中華台北 那什麼叫做中華台北 明明我們就是台灣 有什麼叫中華台北 有什麼叫做中華台北 我們在看房市的步驟 兩年前的步驟 有什麼 聯合報 在消息什麼 美國國會報告 台灣地位 人未定 台灣地位未定是 韓戰過兩天的事 美國總統杜魯門 一說話說什麼 因為台灣未來的地位 必須等待太平洋地區的 安全恢復 以及對日本的和平條約 建立成立 或者是經過 聯合國討論以後 再做決定 所以為那些人 一九五空年開始 到六千個兩千空十年 台灣的地位 完全是保留在 未定這個地方 在座各位 我們知道 一個國家要有四個條件 就是四個要素 請求台灣有台灣人嗎 有 好 請求你們 你們先拿這張 這是台灣人嗎 這張叫做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首都在哪裡 各位 中華民國首都在南京 告訴我 最近有說的 我們不是中華民國 我們是台灣人 所以我們沒有什麼 我們沒有這個 但是最近 我們有辦台灣民政府的新聞社 代表我們 才有這樣的台灣人 這張台灣民政府的新聞社 是對於辦的 美國辦的 我們要發協的 台灣有土地嗎 台灣人 台灣是屬於台灣人的嗎 不是 台灣這塊土地 不是台灣人的 也不是中華民國的 我們來看看 請求各位 台灣是誰掛好日本 當時掛 一百九五年 發生什麼戰爭 夾武戰爭 什麼人看劍牌 請到劍牌 真正台灣 黑黑 永遠掛好日本 所以我們沒有 沒有什麼 我們沒有領土 我們說有政府 現在有一個叫做 台灣民政府的 你兩千塊百年 你會找你生日的 但是現在在這裡 通在我們台灣叫做什麼 中國殖民政權 這個人是什麼人 創英文 他說什麼 中華民國政府 他是一個流亡政策 他是一個流亡政策 等一下再放影片 大家看看 來 所以我們沒有政府 我們是一個 流亡政府 將其住在台灣 我們有出款嗎 出款是要有外交 我們看看 目前 這個殖民政權 有交國國 有交國國 有交國 有23個國家 沒有交國 22個國家 香港 各位 這款的 歐洲有什麼 教廷 非洲對於 使法濟然 亞太有什麼 活流 土禄 土禄 拉丁美洲,貝比斯、瓜地馬拉、宏都拉斯等等 這些裡面有英國嗎?有美國嗎?奇怪 有義大利嗎?有日本嗎?有澳洲嗎? 這些大的國家是怎樣都沒辦法 因為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ROC的中華民國 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要記得 來,這當時的故事 2003年,美國國安保主任韋德林說什麼? 中華民國不是一個國家 中華,千真萬切 民國的台灣人,無所謂的統統 對! 我們是台灣的台灣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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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是台灣的台灣人,對! 中華民國是我們真正的國家 在這裡各位,有聽到後面有話嗎? 中華民國不是我們的國家 中華民國不是我們真正的國家 這是什麼呢? 陳水扁嗎? 他怎麼說這個? 這是屬性 中華民國不是我們的國家 這是什麼呢? 中華民國不存在 中華民國存在,代表上兩個中國 中華民國只有一宗,一個中國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民國首都在哪裡呢? 教育部日前發文給全國中小學指稱 目前我國的首都在南京,引來的學生 哄堂大校 網友跟共思政元旦乾脆去南京升旗算了 而立委呢,則是揪出教育部 是根據行政院秘書長的指示 教育發給中小學問文裡頭竟然說 依據憲法 目前我國的首都在南京,古高中老師 告訴全班學生,引來哄堂大校 立委,部長,你跟思南好 這個,昨天那個教育部的一個行 引起宣南大公 是,那這個大概是 控行政院秘書長的這個行 那我當然不曉得說 這個背後的一個政治動機 政治目的到底是什麼 在今年4月18號 在內政特別就是全球資訊網裡面的一個QA裡面 其他類的敘述啊 就是這個危機所引用的這個內容 那內容就是提到我們現在的首都市南京沒有改變 因為沒有,我們國會沒有做變更的決議 那首都市南京,那中央政府首在地是台北市 任何你一個小學生的問題 中華民國首都市南京還是台北 是一還是二? 一南京、二台北,你是哪一個啊? 我們奉總統的民國38年12月7號 中央政府前台北辦公 我現在問你一還是二,我還是選整體 又不是問你問答題 那我學論結果不會答 那我來請教各位 中華民國的首都在哪裡? 各位 在南京還是在台北? 中華民國首都真的是在南京 教育部說的是真的 他不講假話 只是說我們目前的一家教育 讓我們的學生都知道 說什麼中華民國就是在台灣 這是不對的 這是什麼啦? 義務民,他說什麼? 說希望中國國民黨 中華民國的人 回到中國 他說國民黨叫共產黨 這個已經公開了 讓我們兄弟子回家 讓我們看看 我們去看看 我們去永續來 這不是同鄉 當年老總統 反共 現在我們 兩人相互 不是誰欺負誰的時代 而是我們應該有一個政治家的責任 這不是 話題 消避 上一代的恩怨 帶領上一代 中國人的 身心 勇敢地站起來 勇敢地大聲說 我要帶領中國國民黨 回到大陸去 這個中國共產黨 沒有布局的恩怨 為了消避來的中國人 在世界上台湯 真正 我們要帶領 仔細各位 你們知道 中國國民黨 那些 由他 這麼多帶來 兩百萬的難民 來到現在 多久了? 七十年了 他們真的要回去 要回去哪裡 要去這個地方 你們看 你們知道嗎? 您好 歡迎回到華視新聞雜誌 台中 前進大陸 現在最好的新據點 正是在 福建省福清市的外島 平潭 您知道嗎 從台北港 搭乘渡輪海峽道 或密南河 到平潭 只需要搭三小時航程 時間上幾乎相當於 從台北塞車到台中 也因為交通上的便利 讓台灣平潭 拉近的距離 形成密切的一日生活圈 不只如此 從2015年5月起 平潭更創造先例 開放台灣民眾 直接開車 搭渡輪登陸平潭 甚至不用換車牌 就可以一路把車開進福建 2015年5月19日 台湾車輛直接搭上渡輪 過了海峽開上平潭 半小時內完成通關放行 不需要換車牌 要掛上簡單的臨時車牌 就能從平潭開進福建省 自有的車輛 它又有剛好別途通的方式 它是相當便利性的 就我們管過後平潭幾次了 這邊都是跟台灣是一樣的 駕駛方式 所以應該是能從平潭的方式 我進化來平潭場 如果我的車騎過來 然後又有很多便利 這個尤其南韓人民交流 真的是更方便 一日生活全是 確實早上來 下午就回去了 而且開了自己的車 所以有很多 很多台灣人民 都上午開了自己的車 從這邊直接開到513 各便利的交通 預料將會成為經商 和旅遊的投選客 習近平一號 習近平 在福建宗友室的遊船 省長的工作聯合成長 來到平潭中央協議區 國籍中央市 深入口岸 碼頭 企業 社區討伐 從莫過溫的小島 變成南韓經濟的期待信用 大陸總書記 習近平曾親自到平潭 勘察21次 去年更提出 要把這裡 達成新絲綢之路的經濟帶 讓平潭成為惡心世界海上 輸送之路的中心 而對於海軍人 臺灣來說 南韓中國圈的成形 舉持一負 未來商機 還重要海獎 有看到嗎 台灣的車直接開去平潭 這個地方 習近平先去看21次 因為這個地方 就是要讓中華民國 叫國民黨回去的一個地方 包括金王媽祖 都在建設 這位是說 叫共產黨已經好改 所以習近平說 去這裡 去21次 去看過 因為他是叫歐巴馬 敲好鎖 敲好鎖說要去好 讓我們這些 在台灣 甚至住在這裡 一定要回去 因為 要換我們台灣人的這個 來 這是當時的步驟 你們看看 這當時的步驟 今年5月17日 再說什麼 蔡英文到底是哪一國的總統 中國英國不是一個國家 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還有一個叫台灣國 也沒有了 所以不是說 他是做到一國的總統 補助他在這裡 只有15 5、5、8萬人 你看 大家怎麼看 美國在台協會 他怎麼說 他在 二千五十六年的 前面16 那天有選去 美國的國父母 發言 柯比 他說就是什麼 祝贏蔡英文博士 在大選中獲得勝利 還有收到 美國歐巴馬的阿彌? 沒有耶 沒吧 沒有那麼認真 這個地方剛才說的柯比 他說什麼 柯比說目前還沒有計畫 會通過電話或者是信件來祝賀蔡英文 所以不叫歐巴馬 歐巴馬不支持 說他的腿也好 電話也好 要來祝賀 都沒有 到國前國 什麼人來祝賀 剛才說的 AIT 美國在台協會的處長 叫其他四個做代表來祝賀 因為台灣也好 中華民國也好 不是一個國家 美國叫 中國有見過 所以不可能會生命 台灣這邊有一個國家 好 所以這個所在 是 AIT 代表公園 這個代表主義 它是用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gulate 用這個美國 但是它沒有說到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SA也沒有這樣說 來 這個人處理喔 也很嚴重的事 什麼事 中國抓人 這個是他們叫做公安 警察的公安 這個是在外面做事情 拿中華民國護照的 不管他們是有多 無多 我會讓他們在肯定 拍無多 但是 中國跟肯定同事 說好 他們拍無多 我照相幫你離開 因為他們是拿什麼 China 護照 在說各位 我們的護照 我們出國的時候 拿什麼護照 中華民國護照 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國家才可以開現什麼 護照 但是 我們拿一份 就是綠色 在說各位的護照 顏色 一般就是寶藍色 跟咖啡色 這兩色 我們拿綠色 代表什麼 代表什麼 第一 被佔領地區 第二 政權不穩定 第三 流亡政府 天底下現在有這個怪事 就是說一群台灣人 他去年的年底 到非洲的肯亞的奈洛比去玩 結果被這個武裝的警察 衝進旅館帶補 這就算了 經過四個月的審理 那麼上個星期當天的法律 判他們不罪 原本高興興地就要回台灣 卻被中國政府施壓 你沒有聽錯嗎 在非洲的肯亞被中國政府施壓 結果呢 結果這八個人被遣送到了中國的福州 肯亞警方二零一四年十月抓了一批嫌犯 受嫌電信詐騙 其中二十三名台灣人 四月五號被宣判無罪 其中八人四月八號遭到遣犯大陸 大錘子敲鐵門被關在肯亞拘留所的十五名台灣人奮力抵抗 捲入電信詐騙案 缺犯不罪 仍被要求遣返大陸 菇花 美追隱 海財 美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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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起4月8號陸網 同樣捲入詐騙案的22名台灣人 遭到肯亞警方詳致出境 卻被大陸強行帶上飛機 外交部足取無效 22名國人已經被帶上中國道路級的飛機 要求政府必須立即派人附中進行探視 並交涉立即釋放招居壓之國人 對應要求馬上放人 但大陸方面12號中午會同肯亞警方 戰鬥武士盡致令用 粗暴手段將當地37名台人送上大陸 那麼我們對肯亞政府 長期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 就要一方的讚賞 若是保護動起來 外交部也不排除對肯亞警方進行控告 添加劉警訊人 亂制裁 陸委會也積極介入準備操作 兩岸熱線 只要和國人有犯罪 國人認為我們還是要還下去 希望台灣政府硬起來 別讓台灣人在國外的人權遭到踐踏 希望台灣硬起來 那麼不然 外交部也好 民進黨的發言人也好 都沒辦法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自己拿什麼 中華國護照 這樣就這樣吧 所以以台灣的觀點 目前你台灣這些人在看 這些官罪 他們擔作什麼 很好啊 如果中國打得很重 但是我們要用國際的觀點來看 看到什麼 那全世界在看 中國的這個政府 他有權利來管什麼 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 只要有拿中華民國護照 當成叛亂地區的中國人來處置 肯亞他無接受中華民國無情 一槍就一槍上 台灣或TWN 肯亞也無聲明說 中華民國一聲明 中華民國 高雄有林先生 2009年過境不敗機場 就被警察攔了下來 說他手上的這個護照是假的 林先生有理說 親一直解釋 是台灣怎麼樣也想得通 到底是什麼叫做假護照 後來才懷疑 應該就是護照上的China 惹禍 所以你有台灣就不會有事嘛 那你就沒有台灣 林先生怎麼都沒想過 拿著外交過核花的護照 要過境杜瓦機場 居然被警察揪出來 你說他手上這本 綠色的台灣護照是假的 在詢問我為什麼拿假護照 我說我護照是真的耶 唯一能懷疑是我們護照方面 與他父母的China China這個字在訪問 林先生因為公司關係 要從台灣到位 在非洲東部的坦桑米亞 共和國 護照裡蓋著2009年3月9號入境 4月22號出境的章 但就在過境都拜時遇上了大麻煩 被認為拿假護照 有理說不清的情況下 他滯留在都拜機場12天 天天花錢 差點就打地步 睡在機場裡 林先生將恐怖經歷寫了一大篇 卻被網友打獵 認為是電影情節居多 跟日本不可塵 甚至有一個網友質疑我說 那你既然在那邊12天 你這12天的時間 為什麼不要再打外交部協助 如果一個駐外外管人員 來幫你的之後 給你愛莫能助四個字之後 你還想打給外交部嗎 當年林先生拿的護照 的確只有 Republic of China銀行 現在改版多了台灣 方便國際行戰辨別 但像林先生這樣的經歷 聽來誇張卻真實發聲 也難怪他埋怨台灣的外交部 在緊急時刻幫不上忙 這樣帶著護照出國 怎麼安心 記者李中仁的智慧 高雄的喔 這裏面有說到什麼 獨點 我高雄的愛莫能助 為什麼 因為拿這本 中華蘋果給我吃 所以在座各位 你不知道有辦台灣政府的事務局嗎 有辦的請給他唱 喔 很好 我兩位 這朋友還沒辦 剛才有看到 你如果一天出國的時候 你還要做什麼 要照辦這個旅行政見 旅行政見 可以去全世界1994個國家 當然我們要先辦台灣政府的新聞賬 很好辦或很好辦 待會兒 余美人也會這樣跟你說 好 剛才有說到什麼 旅行政貨幣條 因為在座各位可能 請開始要不了解 所以在我們的 新台灣論 449 頁 有把旅行政貨幣條的 一些重點 什麼在這裡 旅行政貨幣條是 1951年的 九月蒸會 有51個國家所簽的 其中有45個國家 他的什麼 國會有通過 這裡面重點 第一條 2B 條本 日本政府放棄 台灣澎湖的管轄權 但是沒有指定收受國 喔 這個是在 恍然大悟 沒有指定收受國 第4B 條版 美國軍事政府 對台灣有什麼 支配跟儲婚權 你有注意到嗎 最近 以前發生紅胎 美國的火力 就直接揹出來 來幫我們作長援助 第二十一條管轄權 第二十一條管轄權 中國戰後 應得的優惠 與措施的內容 但是 沒有包括 台灣 澎湖在內 所以 中國 叫台灣 那裡 無關 第二十三條管轄權 確認 美國 是主要占領全國 才是要記得 以前台灣是美國 而不是中國的要記得 我們看 二十六條管 日本可以單獨跟未被邀請的 這個五十一國之外 來簽朋友 這裡面有個付出 因為 中國的合法代表權有爭議 他救五一年的時 有兩個中國 到底是要讓一個中國來簽 我們說到模糊 台灣也是這樣模糊過來了 什麼叫模糊政策 模糊政策是一個叫做 台灣關係法 在座各位要了解 這是不是一個法 台灣關係法 它是台灣關係條約 它是台灣什麼和平條約 這是一個國內法 是美國的參眾兩院 第三月二十幾 二十九 兩天 參眾議員 收定的一個法案 給台灣人來執行 我們來看看 這個台灣關係法 是要做什麼 保護台灣人民的安全 保護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利益 這個紅色保護是重點 他說沒有同意過 台灣以主權國家的身份 來參加任何的國際組織 沒有同意 再來 最多最多就是讓台灣以 占領地區的獨立灌稅區的名義 來參加世界的貿易組織 那總結一點 美國國務院 官方出版物 或者是官方的網站 從來沒有把台灣列入什麼 主權國家 台灣不是一個主權國家 好 那麼台灣關係法真正的意義在哪裡呢 在這裡 這四點 台灣目前仍然在美國軍事政府的管轄之下 第二點 美國的國會尚未通過任何相關提升 台灣地位的法案還沒有 第三點是什麼 台灣依然屬於美國憲法中 美國管轄之下的外國領土 注意了 第四點 符合美國列島西第一類的規範 都是說到 叫美國有關的 好 這樣台灣關係法 最偉大的地方是在哪裡呢 在策略模糊 讓你們模模糊糊 不知道是怎樣 那是怎樣 美國總統 做決策的時候 可以因應環境的變遷 而迂迴轉回 對我們那些人叫做什麼 中國的北京政府 雖然了解 也無可能 因為這是台灣關係法 台灣目前是殖民政權 要是含這條的 待會兒我們看 為什麼大家喜歡含這條 法官來講 來解套的方式 要怎麼解套 透過美國的國會來理清 美國跟台灣之間的真正關係 還有什麼呢 將台灣真實的國際地位 告訴我們台灣人民 讓台灣人民 向美國爭取基本的人權 這是要拜託 報名 報告我帶來 都要來做的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目前台灣有一個叫做 政治烈議 為什麼有政治聯絡 來 你們知道了 在這個殖民政權的雙計 好酸民 都有錢給我們拿 不管你有動算 或有動算 你看 酸基的時候 一票要給好酸民30塊 包括林薇也是 一票要給30塊 所以這個是貝奇 邁研究 從事公職的時候 票數一票30塊 有四億八千多萬 這不是去國家裡面 不是去政府裡面 這是他國民的 庫德那種的四億 這是到當時 兩千五十六年 還包括一個當時 兩千五十六年是在這裡 所以你看 阿扁當時 那時候 做過這些公職的時候 他靠在那裡 三億八 副英文有多少 兩億八 這都是在他們自己的靠在那裡 所以做好酸民 欸 不管你有動算或有動算 有錢給他談 有錢給他拿 真的是政治烈議 我們來看 這是國民的 政黨有沒有 這是政黨 只有你有一個洞 所以台灣有很多什麼洞 你在考慮的 這當然是你 中華民國天使下的 這洞 你如果去參選 你的票數超過百分之三點五 就有政黨票的錢 這票多少 這票50塊 這票50塊 這樣 那你算拿四年 就是你投票下去 就是要花50塊 剩四年 就是這張票 就是拿200塊 這些好酸 好酸的政黨 你如果說你不送 你去投這個 叫做費票 也可以啊 但是你投費票之後 只要叫算錢 用六刀票 有算錢 費票一張 50塊 還要花四年 所以政黨票來說 報名當時 2000塊10年 票多少 兩月五 這到達 那四年 就是24 這是什麼 書籍 對 對嘛 真的嗎 拿到這些政黨給這些人 很奇怪 全世界的選舉 有錢都拿 只有拿一個 好 剛才說了 中華民國拿一個 參選兩個問題 有人要看什麼 台獨 不能獨立 為什麼 你如果獨立 美國的副部長說什麼 他叫做 沒有 你台灣人要獨立 就是戰爭 所以 你要獨立 台獨 就是經濟 給人家 風修 台東來 人家 中國那邊來 會經濟 會戰爭 會戰爭 有一次 一排的人要做什麼 要通營 通營 換成什麼 你看 風修是一種 通業 有水流 就是一種 一個中國 中國 人家知道的 就是中華人共和國 馬陽舉 他說什麼 一種各頁 他白菜 他白菜出來 其實是沒有一種各頁 主立 他說什麼 兩岸同屬一中 在中國那邊的國台辦 他說什麼 他在520那天 他說 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 總結之度為 PRC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的主題是一個中國原則 一個中國原則 One-China principle 但是後面的主題是 One-China policy 一個中國的政策 是不一樣的 剛才有說的 副國務卿 台獨 就異位戰爭 他兩千空大年 有說到 最近兩千空十六年 四月吹八 中國那邊說 要減他的路客 一天要為6千元 減來做5千 4千 三千一直減下來 你知道嗎 現在有遊覽車600台 無載的人停下來 阿富汶機 減29天 損失28億 當這個統計所理 不知道是幾天 損失28億 來 國台辦 他說就是 九二共識 國台辦 他說什麼 大陸跟台灣 同屬一個中國 兩岸不是國與國 他不把台灣動作是一個國家 他也知道 全世界也知道 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中華民國 也不是一個國家 這就是馬錫慧 古年 蔡英偉崔慶 你們知道什麼叫做 九二共識 馬錫慧 討論什麼 海峽兩岸在 1992年 叫做九二共識 1992年 九二十月份 根據 針對一個中國 的原則 達成共識 一個中國的原則 達成共識 叫做九二共識 馬錫慧 馬雁救 一共有五個主張 第一 一共有五個主張 鞏固九二共識 一共有一中個表 無靈 無靈 無 所以他講得什麼 沒有提到一中色表 黃色鞏固 那實際你講什麼 兩岸同屬一中 兩岸不是國與國 兩岸不是一中一台 人家講得什麼 人家講得什麼 我們來看 這一個字 一九九里尼的 補助 那一中的好國 春 他說什麼 兩岸會 海峽會 海協會 兩岸會 這就是會談的結果 有沒有結果 談判沒有結果 那個時候 一九九二年 馬英九 他是 陸委會 副主委 他說什麼 這個兩會商談 功虧一虧 有四個原因 第一 中共的政治勒索 第二 中國大陸的海協會 缺乏誠意 所以這個會談 沒有共識 九二並沒有共識 我們台灣民建物 在2001年 會委 2019 我們有一個聲明 針對九二的共識 台灣民政府 基於早日回復本土台灣人 收回台灣領土的管轄權 對於兩個中國的政治談判 沒有意見 唯一的希望是 美國這個主要佔領全國 早日將流亡中國政權 趕回哪裡 金門 馬祖 之後才去運作 讓本土台灣人能夠安全 能夠過著安詳樂利的日子 您有注意到 過去的戰爭 台灣領 中國那領 有發現什麼八二三炮戰嗎 有去過金門路 有去金門路嗎 有去金門路嗎 有嘛 去什麼八二三嘛 還有什麼台灣領 中國那領土的台灣 沒有嘛 為什麼 台灣這個土地 不是中國民國的 台灣這個土地 也不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是美國本身這麼命 所以他不敢去打美國 跟他去打什麼 打英 他的島 金門 馬祖 是阿公的喔 來看年報 五年 二月二十八 我們剛才有討論到一個 一個中國原則 叫一個中國的政策 這兩個的差異 第三條 第一條 第二條 上方 北京和 歐美都沒有聲音 聲音什麼 第一 中國只有一個 第二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代表 中國的唯一 合法政府 第三條 是歐美無同意的 無聲音的 是什麼 台灣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 不可分的一部分 歐美無聲音 所以 中國那條 北京 他反對什麼 第一 反對一個中國 一個台灣 反對台灣獨立 反對兩個中國 所以 他們的主要因爲什麼 統一台灣 要阻止台獨 來 我們來討論到 我們分心喔 在這各位 你認爲說你是 台灣人的 請給他唱 你是 你認爲你是台灣人的 好 你認爲你是中國人的 不會 請給他唱 好 好 好 我們來看 我們的 祖先 這是叫做台灣日日新的過創 當時的過創 1910年的過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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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 叫做明治 明治 明治四十五年 這個 7月30日 一號叫做 大正元年 大正元年 1910年 那時候 你有注意到 熟患 本來和台灣人工 裡面 中手背 一號 四百萬人 三百萬人 裡面 三百萬人 是熟患 熟患 就是貧符族 而來 日本人 十三萬人 知那 你們都不知道 什麼叫知那 知那 就是中國 中國 中國 我們一舊一、二年的時侯 在台灣有一班七千枚 甚至是七番 七番 兩千枚 我們現在是有以前的九族 有以前的九族文化村 去的九族 是生番的部分 平母族 首番三百二十一萬 來,看你的手有這兩條算嗎? 你的手 這是主靈線 我看到這裡有 這裡還有一條 這裡還有一條 一條到兩條 這叫做主靈線 代表你是平普族 有看到嗎? 有 這樣你就是平普族 我也平普族 另外一條特徵在哪裡 看你的腦袋頭 小指頭 一條 一條未知嗎? 對 那就是平普族 我們台灣百分之八十五 都有原住民的選員 我們看到 九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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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五三族 他以前就是生番三番 這是九族 我們很熟 那平普族呢? 平普族呢? 這就是平普族 叫做熟番 一九十族 凱達格蘭族 雷朗族 格馬蘭族 道考師族 我更加記的是 水沙蓮族 叫西拉雅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平普族 來 在一九一二年 那個時候 三八二十一般的 所謂的平普族 在哪裡 有一個熟 有一個熟 古早古早 一個熟 什麼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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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這就是平普族 有一個熟 我們去看這本書 我們留著不同的血液 就是這個林瑪麗醫師 他叫一部 你看 近八十五趴的台灣人 帶有原住民的血液 好 這樣最近我們再來調查 正今年三月十四 自幼師父 他去調查說 自林瑪麗醫師 中國人的 這樣多少 這樣 十一趴 林瑪麗醫師 是台灣人的 這樣 十三趴 有一個 我給你 他就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的 我和錢 這樣 這樣多少 這樣十趴 所以 過去 二十二前 林瑪麗醫師 台灣人的 這樣百分之四十四 但是 最近 近年 百分之七十三 尤其是年輕人 二十歲到二十九歲 林瑪麗醫師 他是台灣人的 將百分之八十五 除了 豬油師父 一萬 謀殺 聯合報 謀通電 就是說 我們的人 現在 將百分之八 都知道 我們本來就是 本土台灣人 我們不是中國人 剛才說 中華民國的首都在南京 是真的 來 我們最近 有調查 就是說 我們的 現在 所有的薪水 有三百四十八萬人 一個月 賺不三萬塊 好 二十歲到二十四歲 一個月 兩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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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萬塊 你 掛台北 你要做 做 還要什麼 要吃三餐 一餐都百萬塊 我女兒 兩個女兒都在台北 這裡 都百萬塊 一餐 不夠開 少年都賺這個 這是真的 有什麼 因為 我們有吃一餐什麼 軍 公 教 退休 他們一個月 名叫什麼 退休 之後 還要賺 一餐七萬 這些做到要死的 名叫什麼 這叫做 中華民國體制 有問題 無問題 來 我們為 這個高的 國巴教 地区的薪水 這個薪水 是 有兩塊錢 但是這裡 你有沒有看到 綠色的薪水 是 一小時 多少美金 包括什麼 包括 加班肥 包括 今天 包括 一些 零零零零零零 多少 大概一小時 八塊美金 香港 在我們兩塊 新加坡 是我們兩塊 韓國 是我們兩塊 我們做到要死 名字最少 有些人說 沒有啦 我一小時也這麼百里 包大票 哪有八塊美金 我就打工 都不說 這是爸爸一個 按理 年中獎金 才有這麼多 我們做到要死 什麼又做到要死 我們是 周秋二日 這橘紅色 叫做 新加坡 到鄉下 周秋一日 我們 周秋二日 你看看 德國 一小時 多少 四十五美金 按公司多少 周秋三日 有什麼 人家先進的國家 爛 現在讓人慣了 我們來提借有問題 沒有 目前 韓國 邀 中國 那邊有 請 自由貿易協定 叫做什麼 Free Trade Agreement 所以他們兩個國家 國家和國家 有錢 簽有 之後 關稅的國文 最近的國文 有港 所以 台灣 不叫 中國 台灣不叫 韓國 簽有 所以我們的損失 會有多大 GDP 副裂 生產 老二 港 2.5 總產值 港 1% 所以 因為我們沒有簽 所以 我們是 很不理的 有人出來說 說什麼 台灣 如果要有突破 要叫其他國家 來簽 貿易協定 但是 我們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我們第一步 是要台灣 是真的有政府 台灣有真的自己的國家 這裡有辦法幫我們簽 FTA 自由貿易 所以 目前台灣的經濟 有四大分盤 第一 第三 出口衰退 第二 台資 從金融走到哪裡 西進 第三 我們的研發 落後 都台高 第三 外來投資 沒有人要來台灣投資 這是我們的四大分盤 主委 主委師 說 說到 有些基金 要破產 在哪裡 兩千空十八年 當時 兩年後 大家 黨衛 軍人退府基金 會破產 兩千空二十八年 工校教師基金 破產 兩千空二十八年 工校教師基金 破產 看得到領不到 這不說六部 六部也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家的人 六部全部領出來 來 剛才討論了這麼多 是否台灣的困境在哪裡 有存在 這樣 我們要做什麼 才能夠 真的 有地位 來做這個 可恩明星